放下 還有人嗎 還有人嗎 槍棒回去 槍棒回去 槍棒棒回去 槍棒 你叫什麼名字 大批警力把嫌犯團團圍住 還不斷呵斥著要正姓男子趴下 面對警方圍捕 男子不斷反抗 終究敵不過警力優勢 被壓制在地 5月11號晚間 發生一起暴力恐嚇事件 嫌犯與誠姓被害人有債務糾紛 找來兩名好友助陣 先透過王姓男子出面租車 再和中姓有人開車到被害人住處 潑漆 但三人都不知道 被害人早已搬離住處 嚇得鄰居趕緊報警 警方在追捕正嫌時 嫌犯不斷抵抗 最後在車內 收出毒品和鋼珠槍等物品 三人尋仇 潑錯期 不但財務糾紛沒解決 最後還被警方通通移送法辦